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刑案侦查中监听是很重要的工作 监听的内容常常直接关系到 有没有涉嫌犯罪行为 但如何证明监听内容 涉案人的真实身份 声文鉴定就得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法务部调查局是台湾 唯一的声文辨识的官方单位 投入声文辨识研究超过30年 整合频谱语音分析 并且与国内业界合作研发技术 诈欺 联证 毒品交易等案情鉴定罪证嫌疑人 成为侦查犯罪事实相当关键的证据 记者余一涵 全性质 但您了解 声音是一个很特别的生物特征 就像我们的指纹 脸孔 它是有在线性跟独异性的 所以它可以用来作为身份识别的使用 2018年年初 吉隆关接连货报独销利用海运货柜方式 将两公顿市价高达15亿元的 黑卡米原料从大陆运回台湾 意图闯关 警方巡线逮捕嫌疑人 再送调查局做声闻比对 办案人员的侦办过程中 有录到他的声音 然后他来做比对的时候 刚好声闻符合 刚好是处于他跟他相似的 那我们提供给办案人员 然后以至于这案情 能够继续再突破他心房 然后最后他认罪 2014年1月高雄市关警 爆发集体收贿包庇色情案 其中收贿17次的一名原警 当时接受声闻鉴定的过程 让调查官肖志斌印象深刻 我们当然在台湾过程中 我们会请他声音正常一点 然后我们不然你这样会录很久 但是他就是从头压力声音压力到尾 那我们有好几通来请他比对 然后没想到他其中有一通 是他刚起床的声音 刚起床的声音 然后也是声音音量 不是很大情形的时候 刚好跟他压力声音的状况很像 因此这把网我也会输而不漏 案件侦查过程 监听内容直接关系到犯罪行为 肖志斌进入调查局物理监视科 长达10年 受理案件累积上千件 他表示声音具有独一性 要查清楚涉案人的真实身份 声闻鉴定是运方定罪的关键证制 声音它的产生是 我们从肺部气流 然后经过声带 然后进入口腔 鼻腔 然后发出来的声音 那这些声音有一些特色 包括它有独一性 比如说你听到认识人的声音 你就知道就是他 调查局是国内唯一 售理声闻鉴定的公部门机关 那我们是售理全国声闻鉴定的案件 那我们现在售理的案件类别 最主要就是像是毒品案件 然后廉政案件跟炸气案件 那售理的情形每个月多寡不一 那大概一般来讲平均是15案左右 我们来到保物部调查局物理建设科职及声闻鉴定经过 首先调查官截取院检提供的音档 先筛选监听对象 建档前初步分类 云来源是麦克风还是电话 声音音频次数 将声音转换成频率分布图形 提供给我们的讲话对象有两个 A跟B 他要我们鉴定的是A 那我们把A的声音好的品质好的 我们都一句一句一句 去把它介绎出来 运动帮助脑筋发育 调查局在请受测诊 亲自到现场录音存档比对 今天来我们本局的话 主要是要进行声闻的采样 那待会的话请您用自然发音的方式 附送我们给您聆听的语句 你说你到家喔 你说你到家喔 重述录音自聚 引导受测者以轻松自在的方式 发出日常讲话声音 查研官色不能错过之为末节 这是调查官采样时的首要任务 他毕竟还没有定罪嘛 所以我们当然是以一个 中立的立场来接待他 然后呢 当然要实时查研官色 那在这个 跟他采访 在采样之前 我们也先跟他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案情回顾啦 也在这个过程中呢 去做一些他这个脸部的表情啊 或者是他语言啊 发音啊 让他知道我们也在做一些评估 看他接下来呢 会不会是真的呈现他 他真实的声音 聆听是第一个步骤 调查官要先抓出受测者的语言癖好 以及个人独特的说话习惯 比如像他说话的一些高低音的起伏 或者是有些人说话的时候 他有些习惯上的用语 或者是说有些人在说话的时候 他的断句的方式 那这个都可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研判方式 采样最少得有40个不同字音 才能符合鉴定条件 会透过评谱分析量化数据 抓出每个字中的母音 主要观察四个共振风位置 是语音鉴定的重要指标 因为每个字都有阿姨为王 那我们把它抽取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比对 那抽取这些也有个好处 因为这些东西是 对语者鉴定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有强共振 而且它能够显现个人的音色特征 那另外它有比较 能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发音时间也比较长 比较明显的 而且这母音呢 在世界的语言呢 都有共通的部分 89 询查官在镜头前先示范 同一人录制的不同音档 所显示的数值相似程度 达89% 在座不同人的比对数据 每一个字都有鉴定数据 九个字加总后再平均 列出不同两人的声纹 相似程度是65% 在我们的分数研判当中呢 70分以上我们判定为相似 那在40分以下呢 我们判定为不同 那40到70时间 就是我们还会 还要再考虑到其他以后 然后如果真的 没办法判定了之后 我们就进行无法研判 又让误差值降到最低 调查局还有另一套系统语音分析 2014年投入测试 和国内业者合作研发技术 那当初在研发的时候呢 公司它找了200位的男性 跟176位的女性 来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声纹资料库 那包括了不同的一些录音管道 包括有麦克风 有室内电话 有行动电话 那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库之后 它可以在我们比对的时候 帮我们建立好 一个非常好的比对模型 你用电话录啊 用行动电话 用不同场白的 也会都会影响 这个通道下运都会影响 那在实验室呢 我们可以达到98 那提供给法院呢 我们准确利 大概也可以达到九成以上 宋业的音档 通过语音分析系统 直接建立相似和不相似 两组模型 左边的这个绿色的区域的话 就是它在系统里面建立了 觉得音质不相似的一个模型分布 偏向蓝色的区域 就是您说的 我们就觉得它是音质相似 如果在绿色的话 我们就觉得它音质是不相似的 那中间这个区段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法研判 法务部调查局成立 声文鉴定实验室 超过30年 目前有三位调查官 负责受理全台案件 细细比对再拟出研判结果 快折一天 慢折最长曾经 达到三个礼拜上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都是很 很注意的在 做最后的研判结果 因为声音的辨译数太大 它的分析 研判分析跟那个 结果的研判是 过程是很复杂的 聆听评图结构 语音分析层层验证 在第二线强化科学证据能力 来佐证犯罪事实 揪出涉案人的真实身份